距离十八大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而入常的人选当局仍然没有敲定 日前有海外媒体报道 因为中共目前没有公布常委格局是九人还是七人 因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入常的变数最大 但是又有分析指出汪洋入常没有悬念 那么出局的会是谁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据海外媒体报道 汪洋之所以被看好 不仅仅因为他的实力 他的背景 更因为他年龄上的优势 假如中共九常委真的被削减为七常委 无疑是一种狼多肉少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汪洋能上位 那谁又将出局呢 6月8号 香港南华早报曾经预测七常委人选名单 分别是习近平 李克强 于正生 张德江 王岐山 李源潮和刘云山 自身媒体人王宇新分析认为 这是江派精心挑选的名单 放风的目的是投石温路 在北戴河会议前 试探党内外舆论的反应 从目前形势来看 备受争议的贪腐江派人马于正生 张德江入常 希望渺茫 最近 原打算在清华岛参加中共十八大预备会议的上海访民 被非法抓捕 上海市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警告访民 凡是写出十八大期间不再上访的保证书的 可以在家里安居 不写保证书的 一律拘留或教养 分析认为 于正生至今延续血债派的做法 残害老百姓 王宇新表示 胡锦涛把贪腐保守的江系血债派 于正生 张高丽 张德江 孟建柱等人提出十八大常委会 有助于下一届领导班子推进中共和平转型 那么对于汪洋是否能进常委 原历史学教授刘英权表示 无论是九常委还是七常委 汪洋入常都没有悬念 汪洋在广东也很有政绩 主要是乌坎事件 他处理的非常好 最近又提出来幸福广东 代表这个夏同 人民的利益 提出来一些大政方针 我认为这些都会给他入常加分 所以我认为 即使中共改为七常委 汪洋入常也是没有悬念的 此外 今年两会前后 汪洋公开喊出 改革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以及破除人民性服侍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等惊人言论 并宣布在广东试点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和率先在深圳推动工会直选 另外 广东21个地级市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局长 而在广东面临台风和大暴雨的时候 汪洋冒着风雨 前往惠州考察 大展亲民秀 并再度高唱幸福广东的主旋律 路头社曾指出 汪洋被视为下一个温家宝 澳广日前也报道 汪洋是中国政坛一颗新星 被广泛认为是改革派领导人之一 网络作家吴建国泽表示 作为一个改革派 汪洋入场会带来一些改革的希望 但是在现有体制下能走多远 他不抱太大的希望 汪洋即使入了场 他是否能够继续他的改革 也是一个很大问题 比如说过去那个朱镕基 他当总理前 他就曾经豪言壮语 说要承知贪污腐败 他上台后 他就敲声了 他很难实现他那个豪言壮语的 他甚至想辞职不干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谁上谁下的问题 而是中共这个制度 这个专制制度的问题 这个制度不解体 就很难以实现民主 法治 混争一名 吴建国还表示 九常委是过去江泽民搞的 目的是 让他自己的人 在常委中拥有绝对多数 以避免遭到清算 那时九常委就有六人是他的人 吴锦涛和温家宝的意见 难以在常委中获得通过 但是无论是七人也好 还是九人也好 吴建国认为 这只是一种权力斗争 不会对政治改革 和实现民主起到什么作用